你来选择 那么到底感情当中的男嘉宾 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说起我的婚姻 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 平淡幸福 我与妻子年少相似 性格相似 共同创造幸福生活 柴米永远都没用我插过手 如今想来 她为这个家 为我真的付出太多 三年前呢 我老伴因为脑瘤去世了 非常急 老伴就这样走了 女人嫁到了谁啊 轻轻看我一个人也孤独 就为我介绍了 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士 相处之后 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 我就提出了分手 我想找一个善良的合拍的 你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吗 这个多嘴问一句宝哥 这叫别人宝哥 我有点变 这个跟前任女朋友拥有啥呀 就是说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呀 对呀 到底哪儿呀 这个事没有什么具体哪合适 哪不合适 这个事自己感觉不合适呗 这不是俩人的事吗 你不能自己感觉呀 有一个愿意有又不愿意的不就是 不能猜上共鸣了吗 那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不愿意 那不愿意的事在您那儿 那肯定是你没看上的某一点 你没看上的哪一点 我不愿意说人哪一点 为啥呢 因为不在一起就没有缘 所以说人有哪缺点的嘛 我不喜欢说人缺点 就即使是前任做的不好 你也不想提起 这意思吗 他挺好的 当爱以成往事嘛 对吧 挺好的 咱俩不大 那你俩后来为啥纠缠呢 你刚才不是微信家里说 还纠缠一段时间吗 这个是正常的呀 人都有感情嘛 正常 我以前从小时候看电视 我就是通过跟他在一起 我这发现了 为什么电视上里说 这个人挨这人要死 那人就不愿意的感觉 这我有这感觉了 我才硬着到了 那你俩谁爱谁爱得要死的 那肯定是他不愿意呗 人家刚才不都说了吗 这烧火的脾柴一头热 不是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啥意 说的没有啥意 你不说别人的缺点 你说说你不能接受什么 你最起码让大家明白呀 对不对 来 三号提的问 我不想说 跟着上说完事 不是 你不能接受什么样的人 我说是这个意思 那个为什么开始的时候 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叫 我有你没有啊 就是希望大家能建立一个 默契的程度 因为到了我们这个 到了这个年纪再婚啊 或者是再去做一个选择 其实大家都出于很谨慎的态度 在这个舞台上都要很真诚的 很坦率来说出来 无所谓 不是让你说前任有多不好 而是说你不能接受的那个点在于哪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说前任的缺点在你这认为是道德上的问题啊 是人性的问题 是道德的轮上 我感觉我不希望说人家不好 因为你跟人家在一起了不管人家好也不好 这个东西你出去说不是是不对的 你不用说前任的哪点缺点哪块的不好 你就说你就表达一下的你接受不了女方什么毛病就完事了 比如我不喜欢你个矮或者我不喜欢你黑或者我不喜欢你什么什么的 你这样的事你不用说人家你知道不 你只要说你不能接受女方有什么缺点 你是要你是说的是这一点 真的啊 我问一下 我觉得吧 男嘉宾在这不敢说 首先第一点呢 他可能是怕给大家一个不好的印象 我就问问咱们现场所有的女嘉宾 如果一位男士 他真的跟你们说了我前任的问题和缺点 你们会认为这位男士 小肚鸡肠 渣男 念旧仇 对 八小禅 对 别老说之前那种 两个人嘛 不走不到一块 所以不一定他有什么缺点 是你接受不了 你们就是共同在一块的时候不能够和谐 所以不是说非得是缺点 或者他就非得坏 那就从女方来讲 还说你那点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就我觉得啥 你就客观地说一下 我们大家需求就是 不管什么走不走到一起 到这一块 大家都是朋友 互相来解心 疑 对不对 或者是心烦 有些事走不开 他说一句 你说一句呢 你从中吸取一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 我们节目经常有很多的男嘉宾啊 是这样跟你讲啊 上来了 婚姻解体了 然后问 我就问 出现了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没问题 那个对方非常好 对方非常好 什么缺点都没有 我说那肯定你没 也有问题 我没问题 那你们为什么要解体 为什么要分开 其实我们在这并没有分析 谁坏 谁对 谁错的问题 而是想分析一下 那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 对 就像说 所以说它是规定的 我不能说人不好 说人不好 背后讲